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迪卡洛表示 在当前不确定性中 开展对话更加重要 谈判是解决区域安全分歧和解决乌克兰东部冲突的唯一途径 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俄罗斯代表表示 俄罗斯对外交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 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再反复渲染局势 并无耻地向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 俄方的目标是保护相关地区人民 乌克兰代表则谴责 俄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是非法的 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 中方高度关注乌克兰局势的最新进展 中方已在安理会前两次会议上全面阐述了立场 当前形势下 有关各方都要保持克制 中方代表表示 乌克兰局势发展到目前状况是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方一贯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立场 主张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主张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国宪章的宗旨